1999年7月20日 中共江泽民集团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 在72016周年之际 上千名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集会 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多位美国国会议员、政要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也到场声援 16号中午法轮大法佛学会 多家人权、宗教、自由组织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共同举办大型集会 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到场声援 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最近发起国会343号决议案的罗斯莱婷恩议员 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尤其是活摘器官的暴行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最新发表报告显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数量至少超过200万 面对这一惊人罪恶 又会正要表示高度关注 16年来 法轮功学员为捍卫基本人权进行的和平抗争 也让国会议员身受鼓舞 最近已有超过6万法轮功学员和中国民众 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 面对风起云涌的肃江大潮 国会议员也表示声援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好 好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